据环球网3月24日报道 俄军东部军区指挥官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 柴克上将乘坐MI8AMTSH直升机抵达基辅附近 向俄军的杰出军人颁发的勋章 俄乌冲突已经一个月了 当地时间3月23日 俄媒公布了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 马里乌波尔的航拍画面 受连日来的交战影响 马里乌波尔如今满目疮痍 不见人影 随时可见升起的浓烟 北乌冲突与美国一首的北约阵营有很大关系 当地时间3月23日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与俄外长拉夫罗夫军表示 如果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 会是一个不计后果且极其危险的决定 会产生难以控制的后果 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地时间23日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 针对美国驱逐俄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外交官 以及联合国秘书处一名俄官员一事 将驱逐美国驻俄外交官 美国方面被告知 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强有力的充分回应 此外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德米特里 波利杨斯基当地时间3月23日 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 如果俄罗斯受到北约的挑衅 俄罗斯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利